其實我們還有很多的 入圍的 這個大家看到的是什麼 我跟你講我們評審的時候 他真的就是來這樣子 像一個裸包裝 我覺得這一家還滿大膽的 因為他要你實際去試 所以他是故意的 他是剝掉酸面膜 如果你真的想要單純的保濕 他們家面膜也可以選擇 還有像這種 果凍式的 是的 凍狀的 這個比較特別 它比較像是晚安面膜 所以是晚上可以用 而且它的味道很舒服 如果等一下大家要試的話 因為它會讓你比較安眠一點點 味道嗎 對 還有這個它算是多功能的面膜 所謂多功能的面膜就是 它可以當保濕 可以當霜 也可以當凍膜 就是一瓶搞定的意思 所以這是我們這次入圍的 開架面膜篇